你放心 家务活我会照做 不会给你增加负担的 你放心 那小琪呢 就是因为小琪 我更要去 我不想让她觉得 妈妈一辈子什么都不会 只能再改一天打打杂 我也不想她在幼儿园里 为了不输给其他的小朋友 骗大家说自己的妈妈有多厉害 我想成为她的骄傲 妈 您就让我试一试吧 你自己的事情 自己拿主意 谢谢妈 她们都走了 你怎么还不走啊 妈 你是从与我去面试了 谢谢妈 不就是个面试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录取了 说明你有这个能力 要是不行 赶紧买菜回来做饭 我知道了 妈 琳琳 你看 怎么样 好像很好吃哦 你不知道 每次阿姨说 可疯的嘴可叼了 你们干吗不遇到店里吃 要送去呢 是我啦 上次对她乱发脾气 说了一堆不该说的话 所以今天呢 我叫重新建立形象 你们在干吗呢 爸 你怎么穿成这样做早饭 要出去啊 我要到基金会去 怎么又去基金会 我跟你说了不要再去了嘛 今天 我就是要去跟他们说 我暂时不做了 不是暂时不做了 是以后也不能做 我知道了 琳琳 嗯 你看这样装着好不好 我再去看看 谢谢啊 爸 你怎么越来越凶了 你小心这样子 会老得很快啊 这 本来就够老的了 不要碰我东西 你这上班还带中办啊 才不是呢 爸 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什么 妈 妈 怎么了 我一不小心切到手了 怎么这么多血啊 赶快擦一擦 止不住 不行这刀口太深了 我们去医院了嘛 给我着 走 慢点啊 妈 这一大家子的大男人 真正需要的时候 一个都找不着 妈 不是还有我呢 妈 快快快 早去医院 以后疼吗 疼吗 这是厌血单 这是取药单 好的 喂 是 对不起啊 我临时有急事 这次面试 可能真的去不了了 谢谢你 妈 你在这儿坐会儿 我去拿药啊 珍珠啊 爸 正好你来了 你陪一会儿妈 我去拿药去 喂 管药啊 怎么才来 喂 这不是没办法吗 都处理完了 喂 淳珍 我在医院呢 我婆婆手受伤了 什么 药膳怎么又来了 你现在怎么办啊 好好好 那我先把我婆婆送回去啊 喂 这 可风 喂 老师要你给我的报告书呢 哎呀 来嘛 先坐下嘛 哪有一来就问人拿东西啊 你当我是快递员啊 过来 你看看 我早上做的 还有美子阿姨说你最喜欢喝的 卡布奇诺 对了 你要的报告书 好 谢谢你帮我送东西过来 我待会儿还要开会 我先去忙了 张可风 你不要装忙行不行啊 我是说过我喜欢你啊 但你也不至于吓得 一句话都不敢跟我讲啊 莉莉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当朋友蛮好的 为什么 你有喜欢的人了 你有女朋友了 都没有啊 那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 我不喜欢你 我知道 那是因为你之前 对我的印象很不好 可是我真的改变了 你都没有了解过现在的我 我刚升主治医师 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了解谁啊 我现在只想要专心地工作 张可丰 你知不知道一个女孩子 跟你告白要过起多大的勇气啊 你就这么用一个敷衍的理由 来拒绝我 我不是敷衍你 在我还没有遇到 我喜欢的女孩子之前 我认真工作有错吗 陈陈你不要一去用事好不好 林陈你不要一去用事好不好 你的条件这么好 你真的不需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喂 我喜欢谁还用你来决定啊 算了算了 没关系 反正先说喜欢的那个人 就是书家 那好啊 你可以敷衍我一次 你可以敷衍我一百次 但我相信 总有一次 我肯定能够感动你的 那个谁 等等啊 等等等等 你别走啊 我那个医药费怎么算 张医生 我这里还有点事情要忙 我先走了啊 什么 走走 我那个 医药费 你 医生 医生 那个 那个医药费是不是 今天可以 我现在没办法给你 我真的有急事 改天再给你解释可以吗 那 那什么时候啊 往来 以为 很快就可以还给你了 可是我现在 连斯文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 可能再晚些时候了 斯文啊 你学设计的 这是我的梦想 而且 我已在改一店工作了好几年 你 你学到了不少东西 可是 所外不是随便的人 都可以进去的 有很多那种学历很高的 也不一定进得去啊 我知道 可本来还有一个机会 现在 连机会都没有了 不过 医生你放心 无论怎样 都会想办法 尽快把钱还给你的 我现在真的有急事 我得先走了 等等等等 那 那我凭什么这样就相信你呢 为了避免你跑掉 你留下你的电话吧 哦 你 你杂志看了这么久 应该也口渴了吧 喝杯咖啡吧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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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有事相求 这么殷勤 快说 快说 什么事情 妈 你们公司最近是不是在招聘啊 是啊 是在招聘 你怎么知道了 消息这么灵通 肯定是灵灵告诉你 对吧 不是了 这跟灵灵没有关系 那你又想知道什么呢 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啊 她本来今天要去应聘的 但是 出了一点事 去不了 所以我想知道有没有弥补的办法 算是自动弃权啊 我们虽然没有这么多时间等他们的 真的不能再给一次机会吗 也不是说没有 有 只是我认为有什么样子的事情 比来我们公司面试还要重要 这种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呀 再说了 我觉得你很奇怪 你从来不会关心我的工作事情的 为什么你现在问这么多呢 到底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不是 就认识一个人 我也觉得说这个机会对于她来讲很重要 所以 女的 怎么了 被我猜中 女的 她长什么样子 她几岁了 她哪里人 她叫什么名字 然后她住在哪里 她漂不漂亮 妈 你问那么多干吗呀 到底可不可以吗 孩子 这个很重要 你不知道吗 如果说是我儿子喜欢的话 我告诉你 根本面试都不用 直接录取做我的私人助理 快点 她到底长得怎么样嘛 跟零零比哪个比较漂亮 不 不是了 她就是我同学的妹妹 我就看在我们同学的面子上 就帮她一个忙 这样子啊 我白激动了一场 我还以为是 但是 我就觉得 小蜜蜂啊 你平常跟同学都没有什么往来的 为什么有麻烦事情都要找你呢 对 我也觉得 平常他们都不跟我往来 然后有事情就找我 可是人家既然都找我了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吧 对啊 如果说我们拒绝人家的话 好像显得我们家很小气 对啊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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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你就叫你那个所谓同学的妹妹 直接就过来 也不用面试就录用吧 我明天会提早 告诉他们一声的 好 就这么办了 站住 你很现实 求婉我帮你做事 谢都不谢啊 谢谢妈 您辛苦了 对了妈 那个女生叫珍珠 记得啊 明天记得啊 珍珠 怎么不叫奶茶呢 对不起 我突然不能来 给你添麻烦了 没关系 虽然我觉得像扫了一个助手 但是你身体不好 就不要勉强了 不过 等我身体好一点 我一定会回来的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我今天既然来了 回头 我想还是去帮帮他们 那你的身体可以吗 没关系 我刚才 看到他们那么忙 我不去帮 心里也过意不去 那好吧 多注意身体 谢谢 呼呼呼 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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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你是演员 嘿 来自认识 来自认识 你 加油 加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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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主也来了 特朗香 夏天黑 找我什么事啊 怎么来这么晚啊 跟我走 去哪啊 跟我走就对了 你带我来这干吗呀 你不是想来面试吗 我知道 可是时间已经过了 很多数用没机会了 没事了 看我的 张先生 您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你好 这位是我的朋友 她叫珍珠 你帮她查一下 她今天面试的时间 好的 珍珠小姐的面试时间 是在下午一点 这是报名表 填好资料 贴上一份照片 准时参加面试 好的 谢谢 听到了吧 下午一点面试 这个报名表你应该 会填吗 我医院还有事 别耽误了 珍珠小姐 您是张先生的朋友啊 怪不得我们经理 亲自打电话 安排您的面试时间呢 不是 你认识她 她是我们老板的儿子 你不知道吗 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妆 显得脸挺瘦的 可以了可以了 不要再换了好吗 你得适当这衣服行不行 可以可以 很瘦很瘦 坐下 你说她怎么还不出来 你以后人出来了 怎么办好这张 来来来 什么情况 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呀 她那个左边的那个男的 她的脸都不知道黑的什么样 她说什么呀 她说什么呀 她说我的艺术感觉 是所有反面教材来做客了 不至于吧 是啊 有几个考官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呀 考官怎么样啊 不听得不听得不听得不听 考官 考官 这好凶啊 还要是 打算用英语问你 好凶啊 好凶啊 小婷 文博 小韩 还有珍珠 你们四个人跟我来 康总 我们可以开始面试了吗 现在请大家 根据工作台上设计图稿 在规定时间内 正确无误将样衣缝制成型 那个谁 等等等等 别走啊 我那个医药费怎么算 现在可以开始了 只要我的资历 那你也是 先看看他的实力吧 你也 애很快 你也不然 你也不像谁 我现在一直在床上设计团 我现在我们去圆备团 好 一起吃饭吧 我知道客风有没有时间 好啊 好啊 那我们先吃饭 一起吃饭 时间已经到了 请大家停止手上的工作 康总 您可以开始面试第一位了 珍珠 各位老师好 我叫珍珠 还好笑吗 你为什么要来四万应聘啊 因为我想成为一名设计师 可是你的资料上写的 你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 可是我在改艺店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年的意思是什么呀 只是实话实说 那你应聘的是什么职位呢 车移工 那你干嘛不直接应聘设计师啊 因为以我现在的水平 还不能当好一个设计师 还好你还挺清楚自己的状况 那请问蔚来的设计师 那请问未来的设计师 你是如何理解服装设计这个工作呢 我觉得一个设计师就是 把自己的想法 觉得好看的衣服给他画下来 然后做出来 那请你评价一下自己的作品 你说你做了很多年的衣服 可是看你的作品 你根本没有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主要是 主要是因为这个缝纫机 它是我没见过这种的 如果用我店里的 我一定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 你不用跟我们说这些客观的理由 难道要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你店里的缝纫机给搬过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云云 算了 我们应该给像这样的年轻人 一些机会的 我有个问题 你为什么在每条边上 都砸上两条线呢 你看 因为这个布料 我以前在改革店里见过 如果扎一道线的话 就算再结实 针脚再密 这也会不结实 你看我这样扎了两道线 在里面反过来也不影响美观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刚才你说你的梦想是做一个时装设计师 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 十八岁就在改艺店里面 技术上应该算是比较熟练 我也做过衣服 给我的朋友啊 家人啊 但是我就是没有经过 专业制式的训练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很有天分喽 如果你自己觉得 在理论方面有欠缺的话 其实公司最近确实有个计划 以后会定期为新来的员工 进行专业培训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如果能进入四万 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知道我现在能力不足 只是一个小裁缝 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 如果你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小姐 四万不是慈善机构 也不是学校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机会 如果你要上课的话 麻烦你去培训班 你的面试时间已经到了 下一位 下一位 谢谢 凌凌 我看我们就录取刚刚那个女孩叫什么 珍珠是吧 就录用她吧 也不算是破格录取吧 因为我不希望公司还保留那些条条框框的 美慈阿姨 你让我当副总 不是想要公司有规律吗 那现在面试的人那么多 你为什么就非要用一个 既没有资历又没有技术的人呢 凌凌 公司的原则是要用适合的人才 所以说学历根本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真的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见过这么淳朴的小孩 蛮可爱的 我相信她应该会很用心地工作 可是 可是她怎么看都像一个土包子啊 一点都不像死万的人 如果您让我每天在公司跟她出入 我都觉得自己快变成土包子了 我可和某些人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啊 我也赞同我妈的看法 我也赞同我妈的看法 我相信她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相信我的眼光 就录用她吧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也没什么意见了 可风 那要不下次我们公司面试 你也一起来参加啊 我很忙 你刚刚为什么说某些人不太一样啊 是不是因为你昨天 在医院看到我把她叫走啊 那我问你啊 你刚才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认识 我好像没有必要跟你报告吧 为什么没有必要 我就是想要知道啊 难道我 每交一个朋友都要跟你说 详细的情况吗 我就是不喜欢她土包子那个样子啊 她一点都不搭我们公司啊 要是你负责来面试 那我们公司 全公司的人都变成土包子了 你还跟她这样不清不楚的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什么不清不楚啊 想她多了 真的是我想太多吗 真的吗 给 奶奶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不让你再给别人洗衣服了 又懒了这么多拿回家来洗 你把自己泪坏了怎么办啊 奶奶身体好着呢 你不让我干活我才难受呢 我告诉你啊 这可不一样 不用风吹日晒 没有城管舒服多了 我好不容易来点活回来干 你还碍事吗 说 什么事我听着 奶奶 我今天面试得不顺利 衣服也改得乱七八糟的 人家考官问我 我连怎么答都不知道 这回肯定没戏了 你说人家都这么帮我 到最后 还是我自己不行 债主意催得这么紧 怎么不慌呀 孩子 别灰心 顺其自然 只要你努力了 尽心了就行 你干吗这样啊 笑一个啊 明明是你硬要我改变我的专业决定 所以你欠我一个人情 我只是没有想到欠一个人情 要跑来这样的地方 但你看着你 我一回应想到乱七八糟的 你才顺其妙 你还在乱七八糟的 可能是有三八糟 你这儿要是重新的 就是浅草的 你怎么这样啊 那一个女孩子 这样拉着你 靠着你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的感觉啊 喂 三金牌葡萄糖酸心口 是 你是哪里 是要三场 关心孩子的成长 好妈妈 有好方法 谢谢 星期一就来上班啊 好 谢谢啊 谁呀 什么上班 珍珠被四万公司录取了 真的 这太不容易了 太好了 好什么呀 那小七谁来管 这家谁来照顾啊 小玉 这可是你答应的 别反悔了 是 是我答应的 可是我没想到 它这么容易就被录取了 这珍珠还真行啊 咱们 是不是得有点表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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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好饿呀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再等会儿 爸 妈 我回来了 妈妈 今天姨姨奶奶做了好多好吃的饭菜 真的吗 珍珠 来 快来坐 好 这么多菜 是谁过生日吗 没有 我这是生日 我们怕以后没有人煮饭 先得适应一下 怎么会 我会煮饭啊 珍珠 估计以后咱们家可就指望不上你了 为什么 珍珠啊 恭喜 恭喜 恭喜你录取了 恭喜你以后不用做家务 也不用煮晚饭了 怎么可能 公司刚才打了电话过来 说你已经被录取了 星期一就去上班 真的吗 我接的电话 是的 我们还骗你啊 太好了 妈妈最棒了 来 大家举杯 杯子呢 谢谢爸 谢谢大家 谢谢妈 我终于可以去死万了 以后啊好好干 别冒冒失失的 知道了 妈 来 干杯 干杯 对了 我存在哪儿 我相信她 记得我 今日就是我 忘记她了 没关系 张昙 都已经不乐了 这就这怎么回来 theorem 刚一样 军萍 军萍 琳琳 喂 你好 對 是我 什麼 我問你啊 我喜歡你 是不是讓你很驚訝啊 其實是因為 你在我心裡 真的真的很與眾不同 所以我那麼地喜歡你 真的不是心血來潮 我也沒有說你是心血來潮 我只是覺得 好啦 不要說了 我只是希望 你不要把我擋在外頭 我又沒有要你 現在就接受你了 等一下 我 我有電話 喂 是 老師 對啊 我跟琳琳在一起 好 你等一下 老師找你 她說你手機沒有開 喂 爸 什麼 媽又暈倒了 進醫院了 好好好 我現在馬上過來 我媽暈倒了 那我送你過去吧 好 謝謝 走 小琦 小琦你快點啊 要去妖廉了 小琦呢 剛穿飯我讓她穿衣服去了 她能行嗎 都鍛鍊鍛鍊她的自理能力 是好事嗎 昨天不是才拖過嗎 我想上班前把這活兒都幹了 你手不是還沒好嗎 看會不方便 行了行了別拖了 先把小琦送去幼兒園吧 嗯 大爺 這是怎麼回事啊 近期有流感 全市的幼兒園都放假了 請回家吧 好 可以不上幼兒園了 好小朋友回家吧 謝謝啊 再見了 我朋友 小琦怎麼了 媽媽 媽 小琦怎麼了 先別動先別動 腳 就這腳是吧 好來過來 把媽媽扶起來 好這腳扶起來 小心小心 爸 別碰哪個腳啊 別碰別碰別碰 小心慢點 好 就這腳啊 好 丁姐 丁姐 我來是想告訴你一個好小姐 我被死完錄取了 真的 聽說那公司又大又漂亮是嗎 聽說那公司又大又漂亮是嗎 聽說那公司又的衣服賣得特別貴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等著急回去閒聊 沒事幹了 該幹嗎幹嗎去 來來來來 快坐下坐下 小寶貝 小琦是不是沒有跟阿姨問好 阿姨你好 你好 這個就是媽媽老跟你說的雅琴阿姨 知道了嗎 怎麼 今天是來報喜的也是來道別的吧 丁姐 謝謝你 這麼多年一直都照顧我 我可能就不能常來看你了 謝什麼呀 你能被大公司看上 那是你自己的努力 我早都說過了 以你的技術能力 能通過面試我一點都不奇怪 只是 像斯灣這樣的大公司 不比我這個小地方 以後暴風咒雨多的是 你要有思想準備啊 就你這傻乎乎的樣子 不定要吃多少虧呢 要是 那天突然間從天上掉下來 姐這永遠接著你 明白嗎 謝謝你 丁姐 師兄 血壓緊張正常 你走了 情況怎麼樣 老師我們出去收吧 好 這次檢查結果 非常不樂觀 指數超標了 每項指數都超標了 你的意思是 我跟內科討論過 我們暫時不會用任何侵入式的治療 但是如果藥物還是壓不下來的話 我們也只有一種選擇了 只能透析了 只能透析了